XCN相当于是去年普通软社区做过了厂分享会 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内容 XCN当时算是说去年我认为的一个现象级的区块链应用 因为这个项目它具备一些特殊性 首先它是靠算法来生成的到底有多少个Token 同时它又具备着不够高的一种去中心化属性 没有什么预挖没有管理员权限之类的 同时我们当时咱们社区中有些朋友在讨论 很奇怪的是XCN这个项目它没有预挖 那么在Swap中的池子又是由哪一位大善人去冲的池子底池 这个大善人冲进去的对标的ETA是感觉像白送给各位的 但是其实我认为相比于流动性供应商去自己购买XCN 在池子冲建设这个底池的这个XCN和这个ETA是呢 它相当于它获取到XCN的这个数量价格还是比较的合适的 这个是我的一点自己的看法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XCNNFT 通过我们看到这个项目方做了XCNNFT 这件事呢我感觉到项目方呢还是在做事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项目方呢在想方释法的扩展XCN的一些应用 或者说呢扩展XCN的一些玩法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XCN的项目方的它的GTub中呢 不仅看到了XCNNNFT 其实呢还看到了几个 除了XCNNFT以外呢 还有它代表它stake权限的NFT 还有代表它burn权限的NFT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讲XCN本身的这个NFT 因为呢这个NFT的合约呢最具有代表性 同时呢它的合约的设计最精妙 另外两个合约呢 如果你今天看懂了XCNNFT呢 另外两个合约呢也能自己看得懂 非常的巧妙 这个呢是XCNNFT的白皮书 我把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汉化 一会儿呢我们来读这个白皮书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前端 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项目呢 不是像它当初一样 它的前端呢已经扩充到了很多个网络 所以呢这个XCN这个项目 不仅仅在以太坊主网是存在的 还在BSA啊Polygon Avalanche 这个是POW的EPH 以太坊的POW 不知道是哪一个POW啊 还有我们文斌 EVMOS 这几个链啊都存在了这个XCN项目 但是呢我们知道XCN这个项目呢 它相当是一种靠燃烧gas来进行挖矿的 这是它的一种基本原理 所以呢以太坊上面的gas费是贵的 在其他这个几个链的gas费是便宜的 这也就代表着其他这几个链的XCN的 它的价值吧单价吧 或者说它的单价要低一些 这个是它的不同链的属性 然后呢在它的铸道时候呢 这个之前我们做过几次分享会也都讲过了 第一个界面先去Claim 选择一个时间 我比如Claim我个100天 一年365天最大是1000天 然后呢在等待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中 最小是一天 如果一天之后呢 你就能得到一部分的Token 就是你得到了一定数量的Token吧 一定数量 你当然你可以一天之后就当时卖 当时卖呢 一般来说和你的gas费呢 差不多是相等的 甚至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盈利 这是说不准的事 当然也有可能会赔钱啊 这也很正常的事 如果你选择一年 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说你在赌一个未来 也有很多人去赌这个未来的 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个原理呢 我们之前的视频中呢也讲过 这我就不太继续讲了 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什么呢 XCN这个项目本身呢 它还有一个Stake功能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再进行 在得到了XCN之后呢 还可以把这个XCN呢 在它的合约中进行这个质押 在质押的过程中呢 相当于是呢 我赌它的 我得到了一万个了 比如说我得到一万个了 再赌它未来多少天之后呢 我能够盈利啊 这个取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数量会增加 但是呢 价格如果不下降的情况下呢 我肯定是有盈利的 如果价格下降到了 它的它这个数量增加 不合适了 得到一个并不合理的 一个价格比例的时候呢 我肯定还是要亏钱的 这就是它的质押 锁仓一定时间 然后呢 根据它一个算法 未来可能会得到更多 我们要知道 有两个周期存在 第一个周期呢 是在它的挖矿 是存在一个周期 第二个周期呢 是在质押 存在一个周期 质押这个周期 还要再多说一点 就是在质押的过程中呢 不像其他的Token YAC20呢 比如说呢 我锁定在一些项目中呢 有很多项目 有自己的质押的池子 在质押池子的时候 这个Token呢 是不会被Brand掉的 在XCN这个项目中呢 如果你进行了质押 这个Token是会被Brand掉的 然后你得到了一个 相当于是一种那个凭证 这个凭证呢 不可以转让 在这个不可以转让凭证的 持有的过程中呢 你等待了它一个时间 等到到时间之后呢 凭着你这个账户的凭证 再去把你的这个原来质押多少 再根据一个算法 得到一个更多 所以呢 这个项目呢 它Brand就是为了 在质押的过程中 Brand就是为了减少它的流通量 减少它的这个Total Supply 减少它这个数量 Mint过程中呢 也是在第一步的时候呢 没有被真正主导出来 只有在最后一步 才被真正主导出来 我们了解这一点 是它的必要性呢 是在于我们要知道 这个项目呢 它其实呢 它的Token是无限增发的 所以呢 在它的无限增发的过程中呢 就要想一些办法来减少它的流通量 减少它的流通量 目前我们就看到了 通过Stake可以 还有有 它其实呢 它还能够燃烧掉 在这个界面上 是看不到的 它给自己又重新做了一个新版的前端 这是它的新版前端 这里也能看到它的不同的链 然后呢 还有一些基本信息 这个基本信息呢 是它的全球 Global Rank 这样的一些数据 之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铸造界面 铸造界面我选择一个时间 这里边把时间定为了最大445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合约可能最大是1000 如果铸造之后 大概就能进入到下一个界面 等待那界面 然后呢 这个Stake跟刚才那一样 还可以点这个购买 点这个购买 进入了就进了UmiSwap了 然后这个界面呢 就看到了XCN NFT 如果你持有或者是持有了XCN的Token 在这个界面中呢 就可以铸造出了XCN的NFT 这个XCN的NFT具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代表着这个等待周期 如果我在这里呢 相当于是我进行了Climb Rank这个操作 然后呢 在等待这个周期过程中呢 我就拥有了一个XCN NFT 我们可以把这个XCN NFT呢 OpenSea上面进行交易 这个是允许的 等于是我把未来的一个期权 当成了一个产品 当成一个期货凭证去交易了 这个是它的原理 同时呢 在这个合约中呢 还设计了一个规则 就是呢 现在呢 我已经有了一部分的XCN的Token了 然后呢 我想要有XCN的NFT 怎么办呢 这个是为什么作用 就是我通过燃烧一部分的XCN 然后呢 我可以更多的数量铸造出来 更高品质的XCN NFT 这个是它的一个设计 一会呢 我们来看合约 包括白皮书 白皮书写这一部分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前端上 还有一些定义的图表 这个现在的界面呢 是XCN NFT的一些个品质 它会有三种NFT 三种NFT 第一个是看这红色啊 这个是普通版 定义为这个收藏者吧 普通版 然后这一个 中间这一版呢 是有限 就是限量版 这是一种限量版NFT 画了一个小兔子 这个是钻石 这个是小兔子 然后呢 这个是极品的NFT 也就是说呢 大范围的 它分为了三种 普通版的 限量版的 和极品 这三种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白皮书 在白皮书中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吧 首先呢 介绍一下 那个这个 原来这一版 这里翻译成 红流 红流就是 原来那个XCN 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介绍 XCN NFT 又是干什么用的 这里呢 介绍了 它的一个首要原则 这个很重要 首要原则 无预先薄荷 就是没有预先铸造 没有白名单 黑名单 或者是特殊的分配 合约是 不可以更改的 没有用那个 Proxy之类的 那个代理合约 去那个合成级 没有做合成级合约 没有管理权限 这个是它的几个原则 这几个原则呢 表现了它的 充分去中心化 这种属性 然后这些翻译呢 当然有点那个 不是那么 在已经开始下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主要讲了什么呢 这个XCN NFT呢 采用了一种叫做 虚拟铸造单元的一个概念 虚拟铸造单元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 不经传社区分享会 讲过的批量铸造 也就是说呢 用XCN NFT 是可以搞这种批量铸造的 它也是鼓励大家 批量的去Mint 然后呢 使这个XCN NFT的拥有者呢 拥有数量什么的 越来越多 这是它鼓励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在这个我们看到XCN NFT的 这个合约中呢 就可以看到 我如果在这个合约中 铸造XCN呢 是可以搞这个批量的 它大概使用的原理 也和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批量铸造原理一样 会部署大量的合约 部署大量的合约 充当Message Sender 充当Message Sender 去调用XCN的合约 因为呢 XCN合约是限定 单个的Message Sender 只能够铸造一次 除非你climb走了 得到了XCN之后 你才可以再重新的 再来铸造 所以呢 要想批量铸造呢 就要采用虚拟的 弄一大堆的合约 用cree tool啊 或者什么样的方法 铸造出来 制造出来一大堆的合约 用这些合约 代替Message Sender这个账号 去调用XCN的合约 然后呢 产生了大量的 climb rank周期 到了那个收获的时候呢 通过这些合约嘛 把这个XCN收到之后 再做一个规级操作 规级操作做完了以后 再做销毁操作 来节约GAS 这个是我们之前 就讲过的大概的原理 也就这个XCNNFT 中也有这样的操作 这里边呢 画了一张图 指的是呢 中间的这个 ERC721标准的 这个XCNNFT合约呢 它部署了大量的VMU 这个虚拟铸造单元 通过虚拟铸造单元 去调用ERC20的XCN 去那个climb rank 制造了铸造之后呢 要等待这个overtime 等待这个周期 周期结束之后呢 再去那个 获取到XCN的这个token 获取应该是 能不能反向 回到这个VMU中 反向回到VMU中呢 再回到这个XCNNFT中 再给到Wallet账户中 才行呢 需要有一个反向的操作 这个是它的基本原理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下一步讲的 是允许使用单个事务 从单个账户地址开始 并衍生NFT 跟我刚才讲的差不多 就是这个概念 这两张图子区别 是在什么地方的 这里是像它climb reward 或者是andshare andshare 或者就是andshare 就指的是 同时再把我收到的 这个reward 再给另一个账户 这个就是andshare 或者是呢 KMint reward Mint reward 就铸造出来了 这个亚C20的XCN 然后给到这个Vallet 这个是收获那一步 之后呢 XCN的NFT这个属性 要看一下这个 XCN这个几个属性 有包括这个 这个周期 还有这个是XCN里边的 这个几个数据 这几个数据呢 我这个不太理解 这个因为这个 说叫数学问题啊 我就不太讲这些问题了 这个就涉及到 你到底能够得到多少 XCN的数量的一些算法了 这个我们不是特别擅长 讲这些 咱们看后边合约 这一些相关的东西 主要是这个 主性这一类 稀有的 有限的 或者是普通的 这三种 然后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数量关系 有100个稀有 代表着ID是0到100 900个稀有是 101到1000 然后还有2000个 这个等于是 那个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图片里 这三种吧 第一种这个稀有 这个类别中的 还给你分了个369等 这里还可以分了39等 怎么分的呢 就是按照这个 ID号前1000 然后前100 然后呢 100到101到1000 这个编号 它是不是 按照先来后到的规则呢 其实是不是的 它并不是按照一个 先来后到 先来的给你来个ID 这就感觉到有点 后参与的人 他感觉到 我没有得到一个好的ID 就不愿意参与了 这样的心态就不好了 其实呢 它有一个设计 是不会让你有这种心态的 距离怎么设计的 后边咱们会看得到 有限的就是限量版 限量版那个ID呢 和普通版是混在一起的 这个一会儿 我们在合约里可以看得到 限量版的ID 这是限量版 它的ID号都是在1000号以后 它的和那个 这个普通版的ID号混在一起 但是它为什么叫限量版呢 这个它的限制的这个限量呢 是要在前一年之内 才能得到限量版 但是前一年之内的 你的限量和普通的具体的区别 是在什么呢 区别就在于限量版 要燃烧这个XN 也就是说呢 我要想得到限量版NFT 需要燃烧一定数量的XN 这也就是他们这个XN这个项目方呢 只能够说通过一些玩法 让你把现有的流通量 给你降低 燃烧的越来越多 得到NFT来做奖励 但是呢 你的NFT其实呢 未来可以得到的 比你燃烧的还要多的奖励 这个也就是说往后 把你自己的债务 限期的往后延长 有点这样的一种概念了 这个指的是限量版 限量版 这个大概这个图 指的是限量版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 相当于是 你要燃烧一定数量的XN 之后呢 也是通过VMU虚拟铸造单元 去批量的铸造出来 去进行那个等待这个Overtime 然后呢 有没有下一张图啊 也没有下一张图啊 然后咱们看这个了 这里边呢 也有分级 这个也是 这个大概 我看到是应该也是 限量版的一个分级 也给你分了 那么七个等级 有多少个 这分别有多少个 这个七个等级 想一想啊 这个是 也是通过 要燃烧多少个来决定的 通过燃烧多少个来决定 大概是 一会我们再从合约里 再具体确认 哦 不是 这个不是通过燃烧多少个 是通过什么来决定 这个数量的 这里边后面不代表 有一个数量吗 这个数量的是哪来的 是通过你 选择的那个Term天数 选择那个Term天数 和你这个 虚拟铸造单元的个数 你循环多少次 用了多少个虚拟铸造单元 然后呢 在你的Term天数 是多少来决定 这两个数的成绩 得到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 如果是 比如说 1到75 这个级别最低 是红宝石 然后呢 一此类推 得到这个成绩越来越高 直到这个最后这个等级 当然我这个词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的啊 谁知道 发的那个聊天区里 然后呢 这里介绍的是 他的这个 NFT的图像 这个我比较喜欢的NFT啊 包括我之前也做过视频 讲过Loot 我特别喜欢这种通过链上原生的NFT 这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呢 这个NFT呢 他的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通过智能合约驱动SVG的格式来画出来的 这个好看 这个虽然说画的也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也比一般的NFT啊 比Loot反正好看 一般NFT呢 让他说 他是说 要做一张图 放到IPFS 或者是HTTPP的服务器上面去 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说 他有一定的中心化的属性在 中心化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特别喜欢这种完全去中心化 也就是说呢 这个图片 倒是到底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合约来决定的 在合约里边 把这个SVG都写在里边了 而且呢 不能升级 这都是我比较喜欢的NFT 包括之前我们看的我过的Loot 都这样的 XEN的这个原数据的一些信息 XEN NFT 和XEN Capital之间的关系 这个大家有兴趣啊 详细的阅读一下 在他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中呢 在这儿 在这个链接 是能够得到这个IPFS的 这IPFS得到的 当然它是英文吧 自己有兴趣翻译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那个 这张图的链接 这张图我也已经打开了 这里边我们还看到 一个小的一个点啊 这里显示是 Possible VMU 就是说呢 我们要想得到 限量版 或者是稀有 这个这个顶级的 需要让这个 XEN NFT呢 给你产生 100到128个VMU 100到128个VMU 然后呢 呃 我们如果在100以下 是得到这个普通版 是这个普通版 这里边我们讲一个小点啊 呃 为什么是128 我想我想大家留着一个小思考题 一会咱们看合约啊 这个为什么数着 这个数是128 是否需要合约里限定 你的循环数量是128 是否需要 如果需要 那么很简单 4啊 i小于128 就可以了 呃 如果是不需要 不做这个限定 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做一个小这个思考题 一会大家看一下合约 那么现在呢 我来分享一下 这个XEN NFT的合约 然后咱们看一下代码 这个 当然他那个合约呢 在他的项目的GTUB中 大家可以自行打开 啊 这个很简单 自己打开这个地址 很好找 然后我们看到了 这个Tembership玩 写的挺好 然后呢 这里写的什么呢 没有预挖呀 没有Admin Key呀 呃 呃 这些那个就是不可更改的合约 这属于他的几点 那个原则 这点原则 然后呢 这里边呃 合约的基础知识呢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呃 只看 只讲一点小的东西啊 其他的呢 大家都都能够理解 这个什么呢 IRC2981 这个我之前没讲过 所以呢 在这里简单提一下 这个是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允许让那些个NFT交易所 来获取这个合约的版税 是多少 起到这个作用 一会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具体版税设计 这里边呢 我们先从哪看呢 先从构造函数来 看看这个合约预想部署 需要什么样的构造函数 首先呢 当然是XN 这个CREPITO TOKEN的合约地址 在这里定一下 这个TOKEN合约地址 之后呢 有两个数组 这个两个数组 分别是BURN RATE 和TOKEN LIMITS 我们要分析一个合约的时候呢 呃 也是这样的 要从它的 呃 每一个变量 每一个函数来看 当然呢 如果是每一个变量的 如果是呃 这种那个 如果是这种长量 我们知道这个变量值是多少 如果是通过构造函数 传入的 这些变量 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合约 部署时候的那个交易 找到合约部署时的交易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合约 在部署的时候 传递了什么样的变量 使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好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合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合约 它的部署时那个交易 这个时候我找到了这个合约的呃 区块链浏览器 在浏览器上面这个合约 它的界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contracts这里边啊 往下翻 翻到最后 翻到最后呢 就能看到这个合约部署时候的这个信息了 这个constructor的aggress 得到这些 在这里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数组 第一个数组 它的参数是这样的 第二个数组参数是这些 然后呢 开始的区块号 for order的这个地址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 一会我再讲 然后呢 这个是版税接收者的这个地址 版税接收的这个账号 然后呢 这两个变量的 我也分别的 我在这个合约中的进行过注释 在哪 我写在这儿了 因为呢 我们看到了 在这呃 在这构造函数中的 这个变量被传递到了 合约中的这个值中 这个值呢 就在哪 在这儿了 这个值在这儿了 所以呢 我分别的把这个数组中的 这几项标记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分别是其中品质 它所需要燃烧的 XDN的数量 起到这个作用 Limit是限量版 限量版需要燃烧多少 2.5亿 要是得到了 税油版的第一个品质 税油版第一个品质 是多少 5个亿 5个亿 然后分别列推 10个亿 20个亿 什么这几个数 这些数分别都对应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表 在这里对应 刚才看到了 这个第一个品质呢 是5个亿 然后呢 10个亿 25个亿 50个亿 100个亿 这个是要燃烧的数量 然后呢 普通的 就这不是普通 是这个限量版 限量版这里写的 是那个2.5个亿 需要燃烧2.5个亿 之后呢 这里指的是呢 那个tokenID的编号 下一组是tokenID编号 然后这个是 已有编号的一个技术器 在这儿啊 首先呢 我们再重复一下 再回顾一下 分别是 第一个数据代表的是 你要燃烧多少个XDN 才能够注到对应的等级 然后呢 对应的等级 它所那个呃 它的那个编号 它那个tokenID的编号 分别是从多少到多少 之后呢 我们看这里呢 把这个燃烧的那个数组 进行了一个循环 这里呢 我简单写一下 这个循环是从2开始的 2到5的一个循环 然后呢 我们回来看啊 把这个数组啊 进行2到5 5的 那个5的编号就是6啊 不是啊 5就错了 5就是5 235 235 这2的话呢 就填入了数 002345 填到这几个数 填了这几个数 进去 对应的 2345 继续进行填到下一个 Count这个 我说错了 填到这几个数 填到这个数组中 2345 填到这个这个数组中 总之啊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是这个ID开始 ID号开始的一个数组 然后呢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是应该什么样的 这个数组呢 这个指的是编号 也就是那个限量版的编号 和普通版编号都是1万以后 然后呢 越来越高的品质 这个编号都是从多少来开始的 然后呢 对应的这个Count这个数量 就是呢 到时候呢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从1开始 然后这是从10001开始 这个是从30001开始 这个是从6001 这1001 好 之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合约 开始之后的几个功能啊 首先呢 这个合约中呢 继承了ERC721合约 之后呢 又把一些相关的 一些方法呢 进行了重写 嗯 这里呢 还要有一个 值得重视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这个MessageSender 这里边呢 他们没有使用Message.Sender 来代表这个合约调用者 而是使用了一个 ERC2771的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呢 这个MessageSender 是可以被改写的 有可信的账号 来改写MessageSender 这个具体的 这个功能呢 我们去 大家朋友呢 去查这个ERC2771 就可以了 这个也就是说呢 它的MessageSender 是可以被可信的账号改写的 然后呢 TokenUI呢 是显示这个合约的 那个NFT图片样式的 在这里呢 采用了拼接的办法 来拼出来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到时呢 也就会反映 返回一个BASE64的编码 这个BASE64解码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JSON 这个JSON呢 具体的显示这个图像 什么样的 这个图像在哪 在这 在这也是一个BASE64编码的 一个SVG图像 显示在这 然后呢 它的属性信息显示在这 有这个具体的 一个叫做 它的MateData 这个是它的一个Library 由这个Library来决定 一会儿呢 我们慢慢去看 接下来呢 是这个CAL Climber Rank 这几个功能呢 我们看这里注视写的 这个是实现合约的 也就是说呢 什么意思呢 这几个功能 我们从看 从这到这 全部都是那个VMU的功能 这个VMU呢 就是用作虚拟挖矿的合约的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讲的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合约它所部署出来的那些虚拟挖矿合约呢 其实都是一些代理合约 这个代理合约呢 代理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XDNFT合约的本身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过这些个代理合约去挖矿 代理合约 它自己是没有实现功能的 它只是存储数据 它的功能在哪呢 就是在这个XDNFT本身来存在的 然后呢 这个XDNFT本身呢 在调用这几个功能呢 是不会起到作用的 是不会起到作用 只有当它成为了Proxy 这些代理合约的实现合约的时候 这几个这三个功能才会起到作用 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讲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两个Overwrite的方法 这个Overwrite呢 是改写 重写了一下那个YAC721里边的 特别预留的 在before和after的两个接口 这个YAC721标准 也不是标准吧 就是OpenSippling那个合约中呢 会给留两个接口 然后呢 让你的这个下一级合约 继承它的下一级合约可以改写它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这个Before 在它Transfer之前啊 在它Transfer之前呢 会干什么 这是一个那个时间周期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如果时间周期大于当前时间 如果大于当前时间 然后呢 就算一下大于多少 然后用减法 如果小于呢 倒过来减 也就是说呢 算一个Δ一个值 这个值呢 就是算具体 这个领奖的这个时间 和这个当前时间的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有多大 是7天之内 这里边有一个数量 这个Black Outterm 指的什么呢 算是一种锁定期吧 这些锁定期是多少呢 是7乘24乘3 7天 一共7天呢 是一个锁定期 这个锁定期之内是不能交易的 也就是说呢 当你这个NFT 即将领取到 Climb Reward 这个时候呢 是即将Climb Reward的时候呢 前期天后期天都是停止交易的 起到这个作用 然后呢 在After的时候呢 Owner的一个计数器啊 进行了一个加一减一 这里还有一个 Entrepreneur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Burn Redeemable 这个一个接口 为了实现 它一个接口里边 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呢 这个IFT呢 它还可以燃烧 但问题是呢 这个Message Sender呢 调用者必须是 XN Capital这个合约来调用 它自 你自己是不能调用的 你自己不能调 必须是那个 XN Capital可以调用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Burn合约 Burn那个方法吧 Burn这个方法呢 要求Message Sender 要支持这个 这个回调函数吧 这算是一种回调函数 要求支持这个回调函数 也就是 也同样是 你的个人账户是不能Burn的 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其他的这些 都是那个 YAC721的标准方法 这里Idle Reward 是刚才那个 增加一个可信账号 可信账号 可以改写 那个Message Sender 这个是 那个EIP多少的 那个可以读取 百税的 百税在这儿 写在这儿是一个乘量 百税多少呢 250 250 它的分母是多少 分母是一万 万分之250 就是25% 这个是它的百税 之后 我们重点来看 重点来看 它的那个调用方法 它的这个 后三个调用的方法 最关键的调用方法 这就是它的 批量铸造方法 在这个批量铸造的方法里中呢 首先呢 给了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 我准备循环多少次 然后呢 是分别 然后是每一个 这个呃 循环都会产生一个VMU 虚拟铸造单元 这虚拟铸造单元合约呢 它的term 领奖的这个天数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要用一个相同的term 在这里呢 我们看啊 这个合约中的第一步 首先确定一下 tokenID 等于not use 哎 这个干什么用的呢 这其实呢 是一个防止 呃 重入的一个办法 防止重入 同时呢 也是呃 后后边 它首先是一个被关上的啊 在这个合约 停止状态中呢 停止状态中呢 它是一个not use 被关闭的一个状态 在它使用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呃 通过ID呢 变成一个真正你该拥有的ID 呃 这个主持人 这个屏幕上看到这个ID号吗 再拒绝 再给那个t一下 呃 我这边 没看到一个ID号 您可以 哦 这个ID能看到 呃 刚刚t的人都已经有t 您继续 然后我看一下 好的继续啊 那个通过ID呢 首先处在一个not use的状态 这个和我们之前见到的NFT都不一样 因为呢 之前的NFT呢 它的通过ID起到一个基数器的作用 我们之前呢 不管是什么头像类的NFT呢 呃 在你注到的时候呢 一般它的NFT的ID号呢 是先来后到的 而我们这个合约的NFT ID号呢 它不是一个先来后到的 它是要根据规则来给你安排ID号 到底是多少的 所以呢 在正常状态下呢 让这个通过ID 固在一个未使用的not use状态 这个not use呢 是一个常量 这个常量的值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再往 再往 这个常量值是多少呢 是2乘以 2的256四方减1 就是0x ff都是f 全是f 然后还有一个use的 使用的一个状态 这个一会儿我们就回来看了 使用的这个状态呢 就等于是not use再减1 就是0x都是f 最后一位是个e 这个是使用中的一个状态 回到刚才这里 首先呢要确定这个ID号呢 主在一个未使用的状态 然后呢确定 kont要大于0 特末也要大于0 然后呢 最关键的是 这里边开始第一个比较巧妙的地方 咱们说这个合约有很多巧妙的地方呢 第一个合约比较巧妙的地方呢 是获取到这个totalid 到底是多少 根据什么款获取呢 看这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是hunt 就是呢 这个账户要搞多少个虚拟铸造单元 循环多少次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什么呢 是要燃烧多少个xn 这个方法是不燃烧的 所以呢 这个数就传为0 下一个方法呢 是铸造限量版 是要有燃烧的 所以呢 这个数就不是0了 我们先看这个为0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写的 这个方法是一个私有的 这个私有的方法呢 首先要计算一个值是tile的 这个tile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我这个用语水平呢 在一个小学文化 咱们看一下这个tile等级啊 其实这就是等级的作用 这个我们先根据这个燃烧的数量 来计算一个等级 当然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燃烧的 在我们这个不燃烧的方法中呢 是0 所以呢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这个等级吧 也就是呢 如果这个Brain为0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tile也会为0 也就是说呢 它不满足这个条件 也不满足这个条件 它就直接的满足 tokenID counter加加 那么tokenID counter 我刚才说了 这个合约呢 它没有一个token 它不是那个像传统的 token技术器一样 tokenID技术器一样 但是它也有一个这个技术器 那么这个技术器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合约中呢 把这个值定为了这个长量 这个长量受伤是101 所以呢 它这个合约的默认情况之下 tokenID的技术器是从101开始的 101开始的 所以呢 在这个批量铸造方法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tokenID 第一个人来了 就会得到一个101到101 然后呢 进入到下一个方法 下一个是批量铸造 批量climb rank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批量铸造方法 它的第一个参数是循环多少次 第二个是torm天数 然后呢是tokenID号多少 之后是销毁多少 这里来看啊 这个bass 这个baccode是什么呢 就是呃 这个叫做mini proxy mini proxy指的是这个代码 这个合约代码 在在那个区块链上面呢 它是以这种那个 石楼进制形式来存储的 这个石楼进制存储的 这个mini proxy呢 它只有这几个字符串 中间呢 是这个当前合约的地址啊 中间合约地址 然后呢 这三个石楼进制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合约的完整 你的bass code 就是一个合约整体的代码 所以呢 这种呃 mini proxy呢 它是没有 solidity的这种原码的 它是通过呃 这种呃 石楼进制来完成的 mini proxy 这个mini proxy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功能 它并不能够 比如说改一下 这个合约管理员是谁 改一下这个合约的 那个呃 实现合约的地址是多少 这都改不了 这都做不到 所以mini proxy 只能够起到呃 一个代理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合约 它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转发所有的调用 把所有调用都转发掉 呃 采用delegate call 转发掉 所以呢 这个是合约的呃 byte code 呃 之后呢 呃 这个是一个调用的编码 也就是这个合约 如果被部署之后呢 就要调用 那个呃 claim rank claim rank 这个claim rank 这个方法在哪呢 它不是在xin的合约中 就是在我们当前合约 这刚才我讲过了 如果这个mini proxy成为了当前这个prog 这个这个nft合约的代理 那么它就具有这个nft合约的所有的功能 然后呢 通过delegate call 去调用这个claim 呃 claim rank 这个方法呢 去xin的合约中 去调用啊 调用这个claim rank 调用claim rank 去铸造 实际上是等于是呃 第一层最外层是proxy合约 然后呢 下一层是呃 这个当前xin nft合约的实现功能 就是这个implementation的实现功能 之后呢 再去调用xin的合约 去进行批料铸造 并进行批料铸造之后呢 把这个权限记录到这个proxy的地址之上 这个proxy就成为了虚拟铸造单元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在这里我就不画图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呃 这里呢 编了一个call data 编好了call data之后呢 干什么呢 我们常听我的课的朋友呢 就知道了 接下来就要进行grade 2 部署合约了 然后呢 这里呢 先做一个延 这个延呢 用循环的次数 再加上这个tokenID 来进行呃 编码产生这个延 同样一个合约原码 呃 再加上这个延呃 就能够部署出来固定的地址 然后呢 跟手马上针对这个地址 针对这个部署出来的新的proxy地址 去调用climb rank 然后就等于去马上去 那个xin的合约里边去挖矿去 马上就去呃 完成之后呢 返回一个success success的如果是正确的话呢 就没问题 如果错误的话呢 就给来个报错 呃 如果是第一次循环 如果是循环中的第一次 看这个i是从1开始循环的啊 如果是循环的第一次呢 就给这个呃 当前合约的一个映射 记录一个mint info 指的是呢 记录一下这个tokenID 它的proxy地址是多少 记录一下这个proxy地址 但是只记录第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后边都可以算得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mint info 也包括什么内容 这mint info其实呢 也是包含这个nft的一些个组性信息 首先呢 看这个品质是多少 这个品质呢 呃 意思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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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不太 念的不太准啊 就算一下呃 这个tokenID 是不是呃 多少号之下的 看一下这个多少 这个长量多少呢 这个长量是101 如果是101 如果是101之下的呢 呃 它就属于是极品的 等于是呢 刚才那张图中的呃 这张图中的第一个 属于这种极品属性的 之后呢 呃 跳到这儿 呃 判断一下它是不是101之下的 好 下一步呢 再看一下它的class 它到底是这个极品品质之下的 哪一款品质 还给你来 再再做一下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呢 要看一下呃 通过两个参数 一个是count 呃 你的挖矿你填数 看一下这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呃 通过这两个参数呢 又去算一下这个power的group power group呢 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虚拟做的单元 这个这个这个代表那count啊 VMUS就是有多少次循环 乘以trum的 这两个数一相乘 然后除以这个power group的一个size 这也是一个长量 这长量多少呢 是7500 也就是说呢 这两个数一乘积 然后除以7500 除以完了7500之后呢 因为这个智能合约中的 只会取整 不会有小数点 所以呢 等于是他算的是 你是7500的多少整数倍 如果是大于7呢 就返回7 如果小于7呢 返回具体的数是多少 之后你得到你的class 然后看到底class是多少 这个class呢 也是对应着 刚才我们讲过的 这个这个数 对应的是这个数 呃 对应这个class分别是多少 也就是说呢 如果呃 你这个是一个普通品质的 和基本品质都有class 都有你的不同的class 他把这个nft呢 这个分类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挖矿的过程 还给你做的那么细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说 他们的想法很不一般 很了不起 我们在社区呢 当时讲这个虚拟挖矿的时候 就是啊 就是想方设法 怎么能够减少gas的消耗 完全没有把它想成为一种 来给他做一个nft 所以呢 人家这个项目方呢 就比较的了不起 想到一个nft 而且呢 还想出这么多的紧致的设计 所以呢 很有意思 就计算一下呃 他的呃 这个虚拟挖矿的个数和挖矿的天数的成绩 是7500的多少倍 倍数越大品质越高级 所以呢 class里边定义了下 他是不是极品的 是不是限量版 他的class 就是power group 分别是零啊 是一是多少 是大概是一到七吧 是一到七 呃 有零没有 呃 有零 是零到七 那就等于有八种品质 八种品质 哎 然后呢 分别记录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要讲到一个巧妙的设计了 这个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呢 一个nft 记录它的品质 呃 如果我们用合约来记录 呃 之前上过我的智能合约课的话呢 如果是学的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呢 可能会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呢 通过一个结构体来定义 呃 这个结构体里定义了 它是不是 AFS 是不是限量版 它的这个power group 分别又是多少 做那么一个结构体 分别呢 放了这么三个变量 而人家这个合约不是这么做的 它不是做了一个结构体 它用了一个 这里边看看是什么呢 哎 它incode会这个产生结果是什么呢 它产生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uint256 等于它就是用一个uint 无符号整数256位一个整数来记录的 并没有结构体 那为什么用一个256位的一个数来记录 就能够代替结构体呢 这是因为它把这个这个数来 哎 把这个长的一个数啊 给它应用到了极致 所以呢 它怎么用的呢 讲等于是呢 说白了 它把这个256位的 二进制数切割了多少多少分 前多少位分别记录了什么 中间多少位记录了什么 后边多少位记录了什么 当然不是三部分啊 它分别切割了很多很多分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位运算 8位 16位 32位 48位 176 240分别记录什么样的信息 也就是说呢 最后这个uint256位的 它的一个数 这个数的第多少位到多少位 记录了某一个信息 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代替结构体的使用 肯定是能够节约gas的 但是呢 这种东西呢它的使用 就要求你有一个比较的善于做未运算的 这样一个特点吧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运算符 这运算符在我之前的课程中就没有讲过 其实呢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做这个事 这是一个未运算符 这个未运算符呢 是一个货的一个运算 指的是什么呢 之前这个class ID 之前这个class ID啊 它用7加上了这个special tier 把这个数又算了一个special tier 特殊的一个 它是第几个等级 特殊的这个品质 等于是 我们还算了一个索引号 这算了算出来的 它结果是一个索引号 这个之前我研究过 回到这 回到这 等于得到了一个八位的一个优因的数 八位中的第一位 不管你是不是1 经过了这个数道 再加上0x80 它都会得到一个1的一个结果 第八位 不管是不是1 因为这个如果是0 0或1 它就等于1 1或1 它还是1 所以不管这个第八位是不是1 最后等于是给第八位都标记为一个1 起到的是这个作用 这个数道 这个数道 一个数道这个未运算符 是一个货运算 底下也一样 在第四位的时候 货运算是第四位 不是第四位 0x80是第那个 第1位是 2 3 4 6 第八位 然后这个是第七位 0x40是第七位 第七位给它货运 货成为1 给第七位 不管是不是1 都给它标记为1 这是一个货运算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 看到的 它的这个 知识点上的一个亮点 我们在做智能合约中 有很多的情况下 要节约gas费 在节约gas费的一些运算 如果使用 沟造铁 肯定没有这种 使用256位的 这种分 切分多少位 来去做运算的时候 做记录的时候 更节约gas 同时 这种记录的方式的时候 又要采用 货运算 来使 指定的位数 不管是不是1 都给它变成1 这都是一些应用技巧 好 这样的一个方法 最后得到了一个 记录了 它的这个 Mint info 也就是这个 Token的具体的一些信息 得了这样的一个记录 记录好之后 这个VMU Count 等于是记录 这个TokenID 它的VMU的数量 代表了多少 然后 这个提量 铸造的私有方法 就完成了 回到刚才 这个共有方法中 接下来 这几个 这几行语句 就比较的通俗简单了 给这个 调用者 增加了一个item 这个ID号 增加了一个item 然后呢 调用ERCT21的 标准的铸造方法 去铸造 之后呢 这等于是 触发一个事件 叫做开始 Pront 开始 其实就是开始挖矿 这个概念 开始一个挖矿 然后触发这个事件 之后呢 给这个TokenID 这个TokenID呢 是一个返回值 给这个返回值呢 给它返回一下 当时 当前这个挖矿呢 它得到的通俗简单 是多少 之后就要把这个通俗简单 标记为未使用 防止同入攻击 以上呢 就完成了 没有采用 没有采用燃烧的 一种批量铸造方法 这种做方法呢 它可以批量铸造 XN 同时呢 部署了很多的合约 然后呢 刚才我说到了 这里有一个小的思考题 刚才说的 一个小思考题 就是说呢 在它的这个 像是像是类似 这种那个说明中吧 记录了 你的虚拟网号单元 最多128个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合约中呢 在这个虚拟网矿的 这个循环中呢 这个count 是传入的变量 这个count 传入变量呢 只是在这一步进行的 确认它是否大于零 而没有确认 它是否小于128 没有确认 那么如果我填入了 超过128的一个数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实呢 我就不等大家回答了 告诉大家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呢 这个合约调用 会out of gas 会调用不了 这个循环数量最大 就到128 再大就到不了了 这个虚拟机就承受不了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里的possible possible的VMU 就是1到128 再多就没有用了 循环不出来了 这是刚才那个小思考题的一个答案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呢 这个方法呢 是带油燃烧的 带油燃烧XN的 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前面啊 这部分其实呢 还一样 呃 只是呢 检查了一下你的余额 然后呢 呃 余额要大于你想燃烧的数量 然后呢 看一下你的这个 approve 是不是批准的额度 是不是够 批准额度 如果是不够 给报错 如果是够 进入下一步 获取通过ID 刚才我们讲过了 获取通过ID 这里边呢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回到获取通过ID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开始有数量了 开始有数量的时候呢 在这里边 在这个spitial tile 这里边就该有一个 对应的值了 对应值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呢 采用了一个循环 把哪个数组进行循环呢 我们把这个合约呢 再开一个对应 对照吧 然后呢 我们去对照这个变量 变量 去对照这个数组 来看这个数组 呃 假设呢 我这个燃烧是多少呢 2.5个亿 就等于到了这个limit 这个级别了 假设燃烧到2.5亿 他就判断 呃 如果这个燃烧数量 大于2.5亿减1 那么就返回多少呢 返回这个索引 这个就是这1 返回索引1 如果是大于2.5亿 小于5亿 比如三个亿 比如三个亿呢 他就能返回这个2 如果小于2.5亿呢 小于这个limit 哎 就等于呢 返回的是 这个这个条件 就一直不满足 这个条件应该是 一直不满足 就就会呢 呃 如果是多少 如果是哦 循环到0了 这个数组呢 这个这个到这 这个值是0 如果循环到0 返回0 如果是超越这个循环 也会返回0 也就是说 小于2.5亿 就会返回0 spiral tire的 小于2.5亿 返回0 大于2.5亿 分别返回 这123456 这几个索引 然后我们看 如果得到的是1 等于是limit 等于是这个限量板 这个限量板 要做几个确认工作 我们来看 这几个确认工作 这个确认什么呢 这个count 数量必须大于99 也就是说 最少100 然后在这里看 哎 在这里看到了 这个数都是 这个limit吧 先看limit limit必须是100以上 等于是possible VMU 100以下行不行吗 如果你有燃烧 如果你有燃烧 就不能够小于100 你的这个循环数量 就不能小于100 就这样一个结果 如果有燃烧呢 哎 有燃烧 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2.5亿 这个结果呢 就不进入下一个 不进入这两度了 所以有燃烧 有燃烧 它也进不到那个什么 它也进不到那个 有燃烧 它也进不到这个方法 如果这个数 比如说我填一个多少呢 如果我填一个小于2.5亿 那么这个count 还必须大于 比喻大于99 所以呢 这两个双向锁定 就会有错 其实在这里有确定 在这里 必须大于燃烧 这个必须大于2.5亿 这里写着 这个值对应着那个1 对应这个limit 就是大于2.5亿的 所以呢 这里首先确定 这个barn大于2.5亿 然后那个循环的数量 必须是一个多少呢 必须是99以上 来确定 之后呢 要判断这个时间 锁定的时间 必须是大于多少 就是开始的这个时间 这个合约的开始时间 再加上一个常量 这个常量值是多少 这个常量值在值 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365 3600乘24乘365 就大于365天 也就是你的这个trum 倒是你这个时间 必须是大于一年的一个时间 嗯 错 在这儿是多少 小于这个不到 当前的时间 当前的时间 小于 哦 错了 我这个理解错了 这个指 这一步指的是 那个当前的时间 小于这个合约部署 再加上一年以内 也就是一年以内 才能够产生限量版 一年以上产生不了限量版 然后呢 再加上呃 是这个coken count 也就是101号 再进行自增一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是品质大于一 品质大于一呢 就是2.5亿以上 这几个级别 2.5亿以上 这几个级别呢 就要求 哎 你的这个 首先呢 这个message sender 不能够是合约了 必须等于是 这个交易的调用者 然后呢 count这个 循环的数量 要大于99次 之后呢 要算一下 之后要算一个数 要算这个count值 要算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算的是那个 当前的这个品质所引 这个品质 比如说呢 是这个 这个品质所引吧 它的那个值是多少 是6 6 它的这个对应的值 是100 100小于 100小于这个tile加1 也就是说呢 要要处在你的id号 要处在这两个值之间 实际上是起到这个作用 你的这个count值 count值是下语 count值是这个值 你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技术器 技术器记录了多少 小于这个限量多少 也就是呢 我如果是前100个最高品质 还可以 超过100个最高品质 即使我然想燃烧 那么100个亿 眼上燃烧不了了 超过了100个id号了 起到这个限制作用 然后呢 给这个special的 这个classcounter 进行了加1 实际上这个变量加1 这个就是获取tokenid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也挺巧妙的 能够给不同品质 是安排上不同的tokenid 并且呢 进行对应的记录 总结一下 它就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之后呢 和前面是一样的 进行那个批量的铸造 然后呢 进行销毁 销毁xdn 这两步工作完了以后呢 就是等待的这个周期了 等待周期达到了 到期之后呢 就该climb reward了 就该领奖了 领奖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这个bycode 去算那个proxy的地址 通过proxy地址 再去那个调用他的 调用他那个mint reward的 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进行power down power down是什么呢 power down是那个销毁 power down呢 就是self-destruct 进行销毁自己操作 之后呢 这个虚拟质造章研就销毁掉了 销毁掉之后呢 要给这个合约 进行给你的nft 给你nft进行标记 标记为这个nft 已经被领奖了 已经被领奖了 然后这也是采用了 为的那个货运算标记上了 他等于是最后一位吧 大概应该是最后一位 标记成了 已经被领奖了 就等于是 已经被领奖完了以后 这个nft 仍然是存在的 它仍然是一个 存在的nft 所以以上呢 就是这个xdnft的 几个设计上的亮点 都在这了 之后呢 我们还要看一些内容 首先呢 就是这个画nft这个合约 这画nft合约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这里边呢 首先呢 是这几段 chars值 这种能力 是那个svg里边的这个绘画 svg绘画画就这个太极 这个小兔子和这个钻石 这几个画这个nft 这挺有意思 然后呢 进行根据它的品质 进行拼接 这个我不详细讲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总之呢 是拼接出来一个 完整的svg图片 然后呢 我们还要看的什么呢 是这一段 这也就是这一段里边呢 这个nft里边呢 还有一些文字描述 这些文字描述都写在了 这个svg图片合约中 这个svg图片合约呢 还有那么几段名人名言 其中的还不少 有好几句都是老子的名言 这个也挺有意思 大家可以扩展一度去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就是mintinfo 这个library 这个mintinfo library 指的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把你的这个属性 把你这个合约的 这个nft的属性 变成了一个uint256 然后呢 如何去组织 这个uint256 如何去拆解它 如何去组织 和如何去拆解 都在这个mintinfo这里了 之后呢 原数据这个合约 这个原数据合约 负责最终的去绘画 组合那个 组合那个 json 组合那个json 都在这里了 然后呢 分别去给json里 标记这个attribute 这些属性 都在这里了 这三个 包括四个吧 四个library合约 做的也都是非常的标准 非常的 就是给大家一些 接见的作用吧 大家以后如果是做这种 链上记录数据的nft 可以接见这里的方法 接见这几个library 去做 open sea上面去看一下 这就是open sea上面 这个xnft的 实际的这个状态 就这样 当然这个是什么呢 普通品质的吧 这叫普通品质的 最多 普通品质最多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先量版的 先量版的样子就不一样了 这分别都是先量版的 先量版的VMU是100个 它特末是440天 这个runk runk这个是什么 runk大概是全球 这多少个排名吧 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吧 我忘记底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底下这一句 就是那个名人名言 这个名人名言呢 还有一定的随机性 给你拼不同的人的名言 分别是哪一位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还有一个属性是在哪 还有一个 不是在哪 铁线 看一下那个极品的吧 这是极品的 在这 就是这个太极上面 这个rare 这就是他的那个极品属性 分别代表着你的这个 VMU和trum的一个成绩 他这个 这就不一样 这个这个re 这个是epic 这是rere 这epic 这个品质不一样体现 这儿的 然后看那个limit也有吧 limit 这limit上面只写是limit了 不写是那个品质的 不写内容品质的 好 以上呢 这就是他的NFT 具体的样式 在这个交易所里可以看到 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内容啊 差不多到这了 呃 大家感谢 那个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评论区有人问 XN和FOMO 3D 有点像 哎 确实我也感觉 这个合约呢 呃 它的设计 让人感觉到了一点点的 呃 FOMO的属性 同时呢 呃 也有一定的那个 呃 赌博成分吧 呃 主要是他的去中心化程度 是比较高的 这个是大家觉得 还能够参与的 一点点的因素吧 可以这么理解 呃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扩展阅读 扩展阅读 也就是它是一个第三方网站 呃 第三方网站呢 呃 展示了这个XN的一个数据 它的一个购买数据吧 这个XNNFT呢 也有相应的数据 哇 这个这个好看 还给你做一个动态效果 这挺有意思 呃 XNNFT 相关的数据信息 呃 这也体现的比较的详细 这个大家有空了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XNN的监控 XN的监控 挺有意思 这是第三方网站 做的不错 这个扩展阅读 就是它的这个 项目方的Github Github中呢 这个就是XNNFT的合约 然后呢 这是它一个最新上线的合约 最新上线的啊 呃 时间不长 我们last week 昨天还有一个commete 昨天还有commete 这个也是NFT 这个叫XNN的BurnNFT 代表它的一个 你看Proof ofBurn 是它的一个 呃 销毁证明的一个NFT 除此之外 还有是Stake 证明的一个NFT 这个代表什么呢 如果你有了NFT 在Stake的过程中 这个周期 也是可以通过XNN 通过一个NFT 来代表权限 把这个呃 预期的收益 放到交易所里边 以NFT的形式来卖掉 这个大家有空 也去看一下 然后这是原版的XNN合约 除此之外呢 这个其他的呢 都是一些类似Library啊 这些功能的 并没有太大的 呃 并不是有学习的作用 大家重点是看这个 大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ID 就是刚才您说的 有三种不同的ID 它是怎样保证 不会重复的呢 还是跟之前一样 有一个技术器 去走Count++ 呃 还是说呃 还是说 它会有一种 类似取小球的 就是拿到之后 算到之后 如果是重复了 重新再Pickup一个 呃 是这样 那个NFT的ID 用你说那个取小球的办法 是很难做的 是很难很难做的 因为呢 越到最后 它的循环次数越多 超过了多少次循环 这个Auto of Gas 就循环不了了 反正这一点要排除掉 然后呢 它到底采用哪一个办法呢 其实呢 刚才呢 可能是我讲的比较的快 呃 这一块呢 呃 也许呢 没太听清 实际上这样的 它会有不同等级的技术器 在不同等级 都有不同等级的技术器 所以呢 这个概念呢 我如果简单的一说 对于普通的 合约的设计者来说呢 也许呢 要做 比如说有多少个等级啊 有那么呃 六个到七个 也不知道六个是 一二三四五 五个等级吧 就说这五个等级 或者应该算是普通吧 还有六个等级 这六个等级 要做六个变量去做记录 而它不是 首先呢 它是一个硬设里 在一个硬设里边 去做六个技术器 这硬设呢 以品质的ID号为索引 去做了六个技术器 是这样来做的 这技术器呢 分别是要记录 它呃 是从第一第六个等级吧 是从一开始 第五个等级是 越往上等级越低啊 等于是越往上越不稀有 越往下越稀有 最稀有的是一到一百 首先呢 是一个限制 一个限制 限制在哪呢 这个是 这个硬设是 其实这个是数组 这个数组代表它的限制 然后呢 这个数组代表它的技术器 其实不是硬设 是等于是数组 这个数组里边呢 呃 在不同的 不同的缩引之下 这个数是多少 来做了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限制 下边这个是限制 上面是技术器 这个理解了吧 这个朋友 嗯 没问题 然后我想问一下 它为什么不用那种 跟1155那样的 就是拆分型的ID去做 非要去做五个呢 那样应该也比较省gas吧 1155跟这个功能上面的区别 还应该是很大的 因为1155在同一个ID之下呢 它的这个数量呃 是也就是它是等价的 比如说我在ID号为1 情况之下呢 ID号为1的之下呢 我有一个amount数量 你也有一个amount 咱们两个是等价的 而它的这个里边呢 你说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呃 像有些那个 在呃 OpenSea上的1155的 它是很长很长的一串 那个ID 就是1000000 然后11000 11000 11000 就就 它为什么不用直接这一个 非要还要拆分成书组呢 呃 我觉得呢 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他可能想法就是呢 要让这个呃 token的ID号变小 比如说tokenID为1 tokenID为01到100 这个代表品质最高 而如果用你的办法呢 就体现不出来了 这个tokenID不是1到100了 而是一个长个哈希值了 嗯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还有哪位朋友 咱们随时提问 这一块啊 其实呢 挺绕的 这个我看的时候 也被它绕了半天 大家呢 客后可以呢 呃 仔细的去观察一下 这个注释是我补充上的 这注释是我补充上的 可以按照我这样的办法 去呃 给写一下注释 来看一下 他其实呢 这个技术 技术小于limit 当时也是这两个单词 名称啊 也写的比较类似 我看半天才看 用这俩不一样 总之呢 他用了很多的呃 巧妙的一些做法 也是起到了 节约gas费的作用 也是起到了这种 呃 让合约呢 变得更加精妙的 更加的呃 给我们起到一种示范作用的 这种呃 好的一种合约吧 好的写法吧 我还能问一个 跟这个不太相关的问题吗 像之前您提到那个 就是您之前说做NFT 要考虑怎么帮用户省gas 是从哪些方面去省啊 呃 比如那个 就看哪种NFT了 要是那种小头像NFT呢 呃 小头像NFT呢 呃 比如说一个账户 你允许用户铸造最多10个 或者是最多5个 哪怕两三个都无所谓 我们现在呢 采用那个ERC721A去做 这个是Azuki做的一种合约 他算不上一种标准 这种合约呢 他也是用了一个 比较巧妙的算法吧 他取你的ID号的头尾来记录 并不是做一个循环 给你去循环命他 而是呢 记录了你的ID号的头和尾 然后呢中间啊 查询中间的头和ID的时候呢 经过一个算法就知道了 取到这个头和ID的头尾 啊 就知道这个ID号属于谁了 还用这样的办法 也就是也是一种 那个解决gas费的一种办法 像ERC721A就属于是 而这个ERC7呢 他其实是泡gas来挖矿的一种合约 对于他来说呢 他希望你多消化gas 但是呢又不能够把合约写的太笨 所以呢这里边就是产生一种那个博弈吧 既希望你消化gas 又要把合约写的精妙一些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博弈时候的一个结果 也挺有意思的 明白了 感谢 呃 陈敏老师你好 听得到吗 我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之前不是前几个月 您也分享了那个呃批量铸造的那个合约吗 就是那个呃呃 呃呃是好像也是一个 盖上 然后然后我试了 我写这个对 对对对对 然后我用了这个那个电XN和那个现在的那个呃这个NFT的一个批量铸造 然后我试了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NFT这个批量铸造它的一个它节省gas是应该是节省多多于三分之一的 所以我就想像现在就是屏幕对就对比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导致这边更加节省gas我我我我一直有有这个疑问 这样我来说一下呃我之前讲过那个getXN那个呃呃那那一套吧算是我一种那个教学吧呃呃呃我采用的办法呢是 找到上面去啊把这个实现的方法 这部分这部分把这个实现的方法当成这个呃呃就是当成一种那个合约去部署 也就是说呢我会产生一个新合约这个新合约中呢有这些代码这些代码呢分别的代表这种虚拟外号单元吧就这个概念吧去部署出来 部署出来也就是每一个虚拟外号单元呢都是有这些代码的都是有这些代码的他的那个合约中都是有这些代码的也就是呢呃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每一次产生一个虚拟外号单元都会产生一个呃完整的合约都是一个完整的合约去代替这个虚拟外号单元去呃部署到了链商 不知道链商之后呢呃等他这个操作嘛climb rank然后climb reward的这几步操作之后呢去销毁 也就是呢我这样的办法呢部署出来的合约大把这个办法呢部署出来的合约小而他为什么小呢是因为他这个合约呢只有这么三行代码啊这三行代码并没有这个solidity语言的语言代码只有这三行这个三行代码叫做mini policy这个具体呢呃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搜一下啊在那个open zippling这个他的文档中 就可以看到那个相关mini policy的解释是什么样的mini policy的链上只保存这些代码只保存这些而那个这个这里的bebe呢由那个由他的上一级合约去代替上一级合约的那个地址来代替所以呢这个mini policy非常非常的小 他干什么用的呢有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实际应用应用的价值在哪呢比如呢我们有这样一种场景呃我们需要呃在一个智能合约的项目中呢为同一个合约呃就是部署大量相同的合约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那个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那个康胖的康胖的这个项目他等于是呢呃这个这个康胖的项目中呢有大量的那种那个市场每一个市场呢都是一个c token都是一个c token合约这个c token合约都相同每一个c token合约都相同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康胖的项目中呢就要部署比如说10个10个c token合约 部署10个c token合约要花的也是高的而我们只部署一个然后呢再部署10个mini policy合约这样的话呢消耗的gas就少了其实呢我们的那个c token合约背后还是一样的然后mini policy负责进入数据背后的逻辑都是相同的都是同一个c token合约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能够节约gas费所以呢这篇文档写的概念就是mini policy应用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呢我们要部署大量相同的合约中这个时候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来去代替代替合约的本身那个原来的 所以呢他这个办法更节约gas就这样的原理了OKOKOK除了这这一方面就是说部署这块就是消耗gas还有什么其他方面会有影响吗如果是mini policy呢他的gas基本上就相同了除了这一部分以外呢就是你的这个这一步操作因为我们掉入这一步操作去大量提案部署的嘛这步操作里边的其他的这些算法如果是消耗的多 那么也代表也要消耗很多了但是这是一次性的只有这个部署的这一部分是循环的这一边呢也就是说呢除了以外是一个最节约的这一步是固定的你怎么写合约都固定你不是这个XDNFT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就看你其他的一步其他这一步就是不是废嘎死了看的是这个OK呃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您之前部署那个呃呃这个那个这个exam他也好像你你也说了是好像也是mini policy 这那那那个mini policy跟这个mini policy有什么区别吗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啊那也是咱们一个分享会啊我没有用这个办法没有我只是那个我没有用这个办法主要也是原因的是在于呃要讲解这个批量搞这种那个批量铸造去撸某一个偷恨的原理所以呢我没有用这个mini policy用这个mini policy等于是一种那个上一节内容的一种升级比如今天咱们来到这个课程呢其实就是升级了上一次的课程 OK了解了解多谢多谢好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这个块内容呢就属于是实战了呃相当于是一种那个在实际工作中呢遇到问题中的一种方法吧我们在各类的智能合约的课程系统化课程中呢其实呢是很难遇得到的即使是我做系统化课程中呢也没办法讲到这样的内容因为呢他必须要呃根据实际的案例去讲 他是属于是一种那个非标准化的一种呃呃一种教学了呃所以这种内容呢大家就多关注不经传社区的视频遇到了呃呃先个内容呢呃我这有机会呢就讲别人有有社区中的别的朋友呢也会讲这种非标准化的内容标准化内容就看我之前的发过的系统化的课程非标准化呢就关注社区关注社区的记录上的分享会每周三都会有